看这天空 挖篮挖篮的 空气太好了 又要到春天了 哎呀 着急疤慌的 回家来了 把我老公手机给整丢了 你说一天 我老公又得说我了 然后里边有个手机卡 你说我一天还咋整 都管说一天我老公说完 我还给人家吠吠不吠不吠的 哎呀妈又给人手机干丢了 找不着了你说 然后我老公还说 让我俩我俩要去看车去呢 我俩车不是来了吗 车来了 然后那个都来好一天了 周一就把那个 收据都发给我了 然后那天就说了嘛 说那个我自己去不行 然后说得回家问我媳妇去 然后我这两天 忙着急咯咕咕的 没空打理他 然后就没去 这家伙得找我去 你去我 然后我就突然间有点 哎呀 现在花那些钱了点后悔了 然后那个 当初交定金时候 不交了一百万定金吗 交定金时候老痛快了 哗擦哗擦的 哎呀妈呀 终于坐上奔驰了 你说我这人是不是有病啊 然后这一到 咔咔要交钱了 然后又有点舍不得了 你说 一下交那些钱 交回十万你说 然后 看着我公公都坐上了 都都都都都都 几百公里了都 我这还没坐上呢 然后从去年夏天吧 就开始就开始买了吧 交定金了吧 都忘了还是买了 这样子 从去年等到 夏天等到冬天 冬天等到春天 终于要来了 然后又舍不得了 舍不得得买 完全天天都交了 天天都交了 就人就这样是的 特别是我 我就更这样是的 要买点啥 比如烫头过来 买衣服了 买鞋都这样是的 哎妈本来 现在几千钱 要干啥去了 一到地方不行了 就就就舍不得了 别说花几十万了 花几千块钱 我都这样是的 但是当时买房的时候 就没有 当时回中国 买房的时候吧 哎呀 终于有房子 都不一样哈 然后买个车行的 哎 这怎么了 买个车就总行的 哎呀 这这这消耗品哈 整整就没有了 有点心疼 反正是 然后我还没跟我老公去呢 我给他老公找手机呢 收机找不着了 你说天天不是这个丢 就那个丢 你说咋整个 买车了 不咋车也丢了 你说的呀 啊 你咋把你自己丢了呢 你说 卡也丢 身份证也丢 钱也丢 那天丢钱了 你说没丢 没有没丢过的 差点没把孩子丢了 横生的 孩子没丢了 然后老公没丢了 媳妇没丢了 车没丢了 房子没丢了 哎呀妈 气死我了 就昨天就去 呃 干完活 然后没有电了 没有电 就放裤头里了 放裤头里了 然后我就去那个 吃饭去了 吃完饭了 怕就没有了 你说 哪去了呢 到现在没想明白 车上哪哪都没有 让人给偷了 也不能啊 哎呀妈 整的现在也没心情 去拿车去了 主要手机 车重不重要的都无所谓 主要是花钱的 你这手机里边是 那个手机卡 关了老多东西了 然后手机没有了 闹心 你还买车 你啥车不车的了 你说 没人买车了 哎呀 孩子没接你 又没有那样 死后 就是要花钱了 呃 花钱之前挺开心 花完钱之后心疼的 哈哈哈哈 好像只有我自己 好像大部分的女人都是 花钱的时候特别开心 呃 花完钱了也开心吧 但是我是呃 花完钱了我闹心 因为我钱没有了 哈哈哈哈 但是你说吧啊 想想 呃 该享受就享受吧 该买就买吧 反正是房子也买不起 就不买房子了 该买车就买车吧 破 破罐了 破水吧 是吧啊 挣了就花呗 留着干啥呀 是吧 反正是我 我婆婆都指的我 就是之前 我们家有一个那个 我婆婆有一个朋友 然后来给我们送几个杯子 她 她就是喜欢买那些 就是特别好看的啊 小物件 然后跟我婆婆特别好嘛 然后当时就拿回来 给我们几个 给我们几个 然后就直接放棍里了 然后她就说 哎呀 喝面你就用吧 你放棍里干啥 然后我婆婆结果话 我婆婆说的 哎妈 我们喝面啊 那才不能用呢 你要给点啥新东西 她立马给你收藏起来 不能用 可仔细了 估计我公公喜欢 我也是因为我仔细 因为我公公也比较仔细 虽然我公公 那个买车 就是因为她年纪大了 她觉得 哎呀能活还能活几年 能想不能想几年了 是吧 然后她就咔咔的 开始那个 买车换车 像年轻时候 她也不舍得 就说的那个 上班或者咋哪 都坐公交 从来都没有开过车 就是挣钱多的时候啊 自己买个车 后来破产之后嘛 就是生意不好了 破产了 就天天走路上班 然后坐公交车上班 包括她现在 还挺仔细其实 就是觉得年年大了 然后买了奔驰车 然后坐了几年 然后再换新的 就像是 所以我公公他们可能 我公公可能相忠我 相忠我特别仔细吧 我婆婆都知道 我婆婆今天说 你买啥 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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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用吧 然后衣服也是 她有啥衣服 给我吧 我 我一听价格太贵了 我都不舍得要 我说你快卖了吧 我说我可不穿 我说穿了 穿我身上可惜了 我婆婆 我婆婆觉得 特别不可思议 觉得一个女人 能这样是想 你 这就是我 这就是我 我就是 那啥 哎呀 我找我手机 怎么找 找不找了 老公回来 给妈 我来就杂症 气死我了一天 现在是找不着手机 心不在意 还啥也不想干 这接我儿子去 饭没吃 拿个小零食先吃 真的 要有啥事 要是不重要的东西丢一丢了 手机丢都无所谓 这卡丢了是真闹心 你说 回不去办不了 要个以前哈 真的 就这个小事 我根本不放心上 丢一丢呗 回家再办一个 这家伙现在 你说回一回不去 丢了就真丢了 真找不着了 然后办还办不回来 上次我那手机卡 丢了 那是因为我 我生存证发过去了 人给我办了 但是我这个手机号 是我老公的护照办的 估计是不行 你说个咋子 你们想象一下 我老公回来 就是这泡红我 你们看着 我是不是挺无语的 天天大咧咧的 嘻哈哈的 就是就就就就就就笑 一点正事不干 天天丢东西 哎呀 先来接我儿子吧 今天老冷了 你带吧 你带吧 我说我动手 我说我动手 他说给我手套 你也太好了 儿子 不不不不 你带不带 我带不带 知道了 知道了